吵架,把我外婆都气的 所以我这个表妹从小也挺坎坷的 颠沛楼梨啊 有时候 住我十舅舅家 有时候 住我们家 很小啊,几岁了 后来的干脆跟着我外婆住 这是我外婆 最好吧,我外婆有时候在我十舅舅那边住 有时候来我们这边住 我妈跟十舅舅两个真的好得不得了的 很多人都说 有一个老人家 有两个子女 一个在北京 一个在上海 有一个就说,妈你来北京住吧 有一个就说,妈你去上海住吧 结果叫她去上海那个是住北京 叫她去北京那个是住上海 可是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 我妈妈跟我十舅舅真的两个 抢着想让 外婆来住 要我们也喜欢外婆对不对 那跟 那我那个小姊妹 就永远跟着我外婆 我外婆住哪里 她会跟她去哪里 所以跟我们的感情 都很好 后来她 再大了一点 就突然 又不知道怎么样 她妈妈就把她送到了外国去 反正她真的从小就一个人在外国长大了 所以我表妹的个性也是厉害的不得了 真的从小就这样子 后来就定居在美国了 做了这个 和树师 这树学很厉害的 只不过这个新冠她说她得了两次 得了两次之后呢 嗅觉 小了 嗅觉的味 闻东西的 嗅觉的味道就是 很低 现在 很弱 另外就是一个记忆力 她说哎呀开始好像 自己算东西都会算错 所以她就干脆退休了 她就加了一个老外 那个老外呢 大概也是10年8年前跟她也来过 我还请她吃过饭 那个老外也不小了 60岁了 当然看起来肯定比我老了 老外60岁的老都不像 人呢 老物啊老物是后遗症啊 对啊这个后遗症很多人都有 对啊老外特别容易胖 你们就都知道老外吃的东西 啊 都不合理的不科学的 他们就算吃什么所谓的健康产品 也是加一堆糖的 我们这个就不会了啊 你们就可以尝尝尝尝我们那个 麦翠棒 那个麦翠棒啊配一杯 五穀炸粮啊 好得不得了啊 特别是你们在公司啊 喝下午茶什么什么的 好得不得了啊 你看这样子在这里走一个小时不知不觉多好啊 其实昨天晚上我回来 我已经吃完饭 跟妈妈吃完饭之后 我已经在外面走了一个小时了 晚上还去走 反正回来 就两天 就是今天主要等一下跟老妈喝个茶 晚上跟表妹吃过饭 明天就走了 所以今天 这次回来呢 也不打算找什么朋友了 没时间见他们啊 那是回忠吧 下期见吧 因为你去 找朋友 又要跟他吃饭啊 又要跟他什么的 对不对 我倒不如好好在家里 陪陪家人啊 对不对 是不是要这样子啊 是不是啊 你们说是不是 就是 是啊 难道回来 当然很多人说哎呀难道回来见见朋友吧 如果有 有个 四天五天呢 我一定会 本来今天晚上 香港我们的队抽队 还有抽屉了 今天礼拜二嘛 没有 今天 惠州还有没有下雨啊 有没有惠州的朋友啊 惠州有没有下雨啊 今天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的踢的 香港这个有的踢的 如果香港这个踢晚上六点半 我就不行了 七点钟吃饭 那没得踢了 啊 下雨啊 我也就下雨啊 回家摸啊 中心旷里在我后面哪里 不要吓我啊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啊 哇这种天气也真的好舒服 太舒服了 这种天气走路了 走两个小时了 你看我这样子都 有点出汗了 今天有点风好舒服 凉凉的 中午跟老妈喝完茶之后呢 晚上才吃饭 或者可能 可能去一趟尖沙嘴 看看有什么衣服可以买的啊 那回来 还想买这些衣服的啊 要回去有些活动啊 有些什么啊 有些长河啊 还要 穿的 像样一点的嘛 对不对 你们微微正在去购买小器去购买 你们到底去买什么呢 秦顺四海一帆风顺 胡 非法令 飘须 柠檬 柠檬去买 柠檬炒薄荷茶 你们都去买什么的我想知道 你们最暂时啊 目前来说 芝麻丸 吃过芝麻丸的 就是那个那个一期黑芝麻丸的 扣过去来看看 有没有吃黑芝麻丸的 那个肯定很多了 算了那个就不用了 我说这个 新产品吧 柠檬茶薄荷叶 这个有多少人买过 柠檬茶薄荷叶 芝麻丸肯定很多人吃过的了 我这个芝麻丸太好吃了 柠檬茶薄荷叶买过的 扣个二给我看看 益生菌现在买不到的了 那个益生菌清支 可是我都说了你买 买那个 黑芝麻丸 买三盒那个黑芝麻丸 进个送你一盒 因为那个是功能性产品 它标明功能性产品 不允许在这个平台发售 那证明 这个产品 是有作用的 啊 都说有一句 有一句俗话 一杯清支 一斤 回头看看 还不止 喝这个清支真的有效的 我有几个朋友说 就是上时我今天不太 不太 暢顺的 喝完都好了 当然这个是因人而异啊 因人而异啊 清支不用买 你买黑芝麻我送给你 因为不给卖 不让卖 你买黑芝麻丸吧 买黑芝麻丸 金哥送给你 娜娜姐 这个黑芝麻丸 吃完长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 你说能不能长头发 我就怕你长胡子 没有这个 我们也不能说他真的会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我们看这个 斑草钢木啊 你这只上网去搜一下 黑芝麻 基本上黑芝麻是不需要教育任何人的了 大家都知道黑芝麻有什么好处 对不对 如果我说哎呀喝黑芝麻 真的会长头发啊 十个人都长了 就你一个不长 那你也说我骗你了 对不对 所以不能说 因为所有 东西当然 我都说 最重要是因人而一 为什么有些人吃个冒药 你吃这个有效 每个人的体系都不一样的 当然 这个黑芝麻丸 大家有看到金哥平常不戴帽子的样子啊 六十四了 六十四了 我相信 在这个直播间也好 在这个圈也好 吃黑芝麻的朋友 没有一个比我多的了 我是基本每天吃的这个黑芝麻丸 黑芝麻糊 跟这个黑芝麻烟麦 我也基本上是每天喝 当然我们家产品很多 其他的我都会尝试一下 可是我自己最爱吃 这些黑芝麻 那没办法 人总是这样子的 人总有一些 是你特别喜欢的东西的嘛 对不对 早上 面 跟米饭 我真的吃面的时间比 那怎么说呢 对不对 好了 十一点了 好 现在开始 金哥开始走路回家了啊 从这个公园 走到我家 大概就二十分钟左右 差不多到家 金哥就 下坡了啊 然后就带我妈去 喝茶了 要我们去吃饭了去喝茶 金哥都会 都不会挑这个 十二点半啊一点那种的 懒得 懒得个人挤 现在我回去 十一点半出发 跟老妈去喝茶 十一点四十五分到 多好啊 又不用挤 又肯定有位置 好 从这里走下去 是 这个公园环境不错吧 这里边上的就是香港的 庆会 庆会大学 阿们 看一下 我 这个 军营吧 看看我们香港的军营好不好 带你们去看一下 这里会经过的 老妈的当然有关心的了都跟你们说过了 其实大家都说 拜佛拜佛拜佛拜神拜神 家里的老父母 就是家里的一 一对佛像呢 你把他们 是侍奉好 供后好 比什么都强 多瘦 对不对呀 对不对呀 很多人 哎呀 所谓拜远不 不拜劲 老是跑庙 说要拜哪一个佛像 拜哪一个佛 可是对自己家里人都不好 拜个屁呀 白拜了 可能真是 真的父母亲 还见家里的朋友 真的 记住 要把 家里的 一对 佛像供好 就什么都好 这个网络很不好啊 没办法没办法 金哥在走路 真真寒 真的 这是金哥 现在带你们去看一下 香港 的解放军 军营 看完 金哥就下坡了啊 因为也快到家了 这条路很舒服的 每天这样子啊 每天这样子啊做个运动 王晓清有没有来 王晓清 不用上班了 王晓清有没有来 我已经走得慢了 我不敢走太快啊 就是怕你们看不清楚啊 如果我走快啊 我是这样子走的 但是更黄了 啊今天下午 跟老妈喝完茶 坐一下公车 坐一下地铁 用那个老人卡 两块钱 好 感谢 不管做得多拿 就是2塊錢 多花得來啊 有些人說哎呀你們這個 為什麼還要拿這個呢 開玩笑 這個是香港政府給我們的福利 我們是合法居民也是一個合法的 教稅的公民 到了年紀大 每個都能夠香港這個福利幹嘛不要 我都說了 可以拿那個水果禁啊 到70歲 因為65歲之前拿水果禁呢 你屋口超過多少錢呢 這不給你的 而且70歲之後 70歲之後 不管你是什麼人 包括李嘉誠都可以拿 我都說了拿這個水果禁 不是說 他拿一千幾百塊 好像幾百塊而已 那幾百塊 我拿來捐給別人都好啊 對不對 這麽多年我們在香港 交稅交了那麽久 早上回到國內一樣 你們在祖國 是祖國的 真的拿公民居民身份證的 你們上班什麽交稅都很清楚的 政府也給了很多福利 你們 像我們現在工廠 也是合法合理的交稅 所以我們也是 也是受保護的對象 我們每做一筆生意 特別是企業 現在管的也特別嚴 對不對 所有員工他們 像你們也有什麽五斤以前 我們是買不到的 我前一陣子還故意去問一下呢 他說 第一你過了六十歲 買不了了 而且你們還不算是真的 中國內地出生的 好 來 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 我們 哦 在蓋東西啊 搬很多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的 解放軍軍營 好好 好 敬個臉 真的啊 解放軍軍營 很舒服的在這裏住 以前這裏都沒有藍的 以前都可以看到他們 跑步啊什麽什麽的 現在啥都看不見 這個就是 香港的一個大學 我記得我們以前 明星隊很多很多年前中秋節 在香港一個地方叫 昂 昂 昂船州 也是跟那邊的解放軍同志 踢了一槍球 哎呀 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 現在 金哥在走路 啊 金哥快到家了 啊 啊 這個是大學 前面不遠就去金哥的家了 好了 下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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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